你会背什么 背毛主席语录啊 爸 你这是哪跟哪儿啊 我是说我会背诗 背诗我也会 你是因你勇敢 勇敢更坚强 行了 人家说会背吕强的诗 吕强 吕强也会写诗 看来 我把这小子留下来 还是留对了 你也喜欢吕强 这小子不错 好好摔打摔打 会有前途的 没想到你这个 六亲不认的人 还办了件好事 你不能这么说 部队建设需要人才 只有培养一大批人才 部队的整体素质 才能够提高嘛 这儿不是党委会 你别说这些大道理 你以为我是家庭妇女啊 作为司令员 在哪儿都要讲政治 爸 你先回房休息吧 饭好我叫你 好 妈 你看 我说爸会喜欢吕强的吧 这件事啊 还得你自己慢慢地跟你爸爸说 妈 那个时候你跟我爸是怎么结的婚啊 我们是组织上决定的 当年跟王震司令员近江 我在二军的医院 你爸爸在十二团 上山之前 组织上一决定 我们就结婚了 那不是包办吗 那个时候都这样 两个床拼在一起 两个被子合在一块 就算是成亲了 我们这代人太幸福了 过两天有空 让吕强到家来吃顿饭 也好跟你爸爸见见面 嗯 怎么样 太软没有啊 哎呀 猜不到 哎呀 三条腿的蛤蟆 哪有这样的 你骗人 真有 行行行 那我再给你猜一个 哎 不跟你闹了 我跟你说 我妈要请你去我们家吃饭 真的 什么时候 吕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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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才回来呀 我等了你半天了 我上班去了 星期天还上班 这么忙啊 这不是非常时期吗 找我有事啊 也没什么特别的事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 袁盈 以后有什么事 给我打电话就行了 别老到宿舍来找我了 我刚到军区机关 一切都得小心 那我回去了 吕强 报告你打了吗 什么报告啊 上山的报告啊 我这两天特别忙 我才洗了一半 你别忘了 我们那天的约定啊 我知道 我说待会儿人家来啊 你别捧着个累败 今天啊 不是在办公室 是在家里 你不是司令员啊 你是未来的老丈人 一转眼我成老丈 你就成老丈母娘了 这女婿我也不知道认识不认识 叫什么名字 人来了你就认识啦 紧张吗 不紧张 你一会儿看到我爸的时候 放松点 他这个人就是一只纸老虎 外表看起来强硬 其实心里面可好着呢 你听见了吗 我听见了 听见了 这茅台酒我藏了五年了 我都没舍得喝 谁让我这老丈人呢 谁说啊 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 你呀 比我还高兴啊 老丈人嘛 行啊 只要你高兴就好 爸 我们回来了 来 爸 吕强来看你来了 秀兰好 你好 你好 爸 他就是英雄吕强 他就是你的朋友 他就是你的朋友 是 他一直说想来看你 是我没让他来 来 快来坐 你 来一下 你们等一会儿啊 是 你这是怎么了 不是说好了不摆司令员架子的吗 你忘了 没事 我爸这个人就喜欢和别人呛着来 他今儿心情不太好 不过应该没什么事 放松 你先去吧 我要和吕强好好谈谈 有什么可谈的 你把他从山上掉下来 这么优秀的战士 陪我们韦杰有什么不合适的 行了行了 快去吧 我告诉你啊 是女儿自己看上的 你便伤了女儿的心 来 李强 来来来 是 来 来 进来 你们好好谈啊 妈 我爸想干吗呀 你别管 帮妈妈做事 来 我去看看 不是 走 我们今天的谈话 我不希望让韦杰知道 是 你和韦杰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 我们相爱了 是吗 是 那你和袁英呢 我们 我们是同学 仅仅是同学 我以前认为你是一个不错的青年 我曾经很看重你 但是我实话告诉你 我不同意你和韦杰交朋友 不要 不要问为什么 你应该知道为什么 我希望 你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明白吗 去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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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爸 你为什么不同意 我和李强在一起 为什么 他是不是一个优秀的干部 他是不是一个抢险英雄 用以前的眼光看是 以前的眼光 那现在呢 现在需要重新考验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有女朋友 你是说原因吗 他们只是同学 是同学 同学 没那么简单吧 是啊 是同学 那入党的时候都调查过了 爸 李强喜欢谁 那是他的自由 他有权利选择 我也有权利选择 老伟 爸 你这是迂腐 简直就是军犯 是专制 混账 老伟 小姐 怎么可以这么跟爸爸说话 妈 爸从小到大 就是对我吹胡子瞪眼睛的 你有真正关心过我 想要什么需要什么吗 老伟啊 你不为女儿的前途考虑 也要为她的幸福着想吗 妈 吕强说喜欢我 我也喜欢她 我就是要和她在一起 我告诉你们 我就是不允许吕强进这个家门 那我也告诉你 你不让吕强进这个家门 我也不进这个家门 小姐 小姐 你 韦田 你这是干什么 这个家的家里家外 什么事我都听你的 就在韦杰这个事情上 我坚决不听你的 韦杰喜欢谁 我就是喜欢谁 你这样做 对得起女儿吗 我正是因为对她好 我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我告诉你 这个决定任何人不允许更改 行啊 那你就等着 长期吃食堂吧 喂 喂 李翘 是我 你今天忙吗 忙什么 你要是不忙的话 我想和你说说话 下班以后再说吧 好 那下班以后 我在老地方等你 行吗 行 那一会儿见 再见 好 袁英 柳旭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吕强给我打电话 说他要加班 来不了了 袁英啊 算我多聚嘴 你跟吕强 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没有啊 我们挺好的 能出什么问题啊 没什么问题就好 柳旭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呀 我就是随便问问 你别多想啊 好 我当然希望 我们能一块儿到前线去 在那儿见公立业 做出自己的贡献 你别忘了 我们那天的约定了 我当然希望 我们能一块儿到前线去 不会 连我们最初的理想都改变了吧 不会 你别忘了 回来啦 怎么了 跟你爸一个脾气 妈 我不要你们管我的事情 现在是新社会 婚姻自由 恋爱自由 这个事啊不能急 慢慢来 你爸爸最后会同意的 妈 你怎么知道爸爸最后会同意啊 那当然啦 吕强啊 是个人才 你爸爸挺喜欢他的 妈 那你赶紧跟爸爸说说 那不行 那不是火上浇油吗 咱们等机会 循序渐进的 让你爸爸慢慢地改变看法 懂吗 嗯 吃了没有 食堂吃过了 行了 回房睡觉 电话 电话 喂 谁啊 喂 是韦铁家吗 你是谁啊 我就是想问问 是不是要打仗的 你爸 你是谁啊 我 我想问问老伟 你是云银的母亲吧 谁电话 部队不打仗了 都把孩子往部队送 部队要打仗了 都把孩子往家里拉 这些家长真是的 你说什么难没头没脑的 我们医院就有一个调到内地去了 这不又来一个 原因他妈 你吃过了吗 我吃过 怎么样啊 是桂洪云杰的电话 我就给挂了 那 放心吧 我估计问题不打 就算是真打起来 我估计小英他们最多 也就上到三十里营房 不会上到最简易 咱们女儿 你还不了解呀 就她那个性子 张一打起来 那还不豁出命来往前冲 就是豁出命来往前冲也对 军人嘛 那祖国需要她往上冲 这个时候退下来 还是我袁永生的女儿吗 我也没让她退下来嘛 我就是不放心 问问 给我接海川七五四二 喂 喂 老伙计 喂 喂 是不是闻到火药味了 是 有点 怎么样啊 女儿打报告了吧 是啊 她是打报告了 要求我上前线 不过医院还没有接到 上前线的命令 这丫头是个好孩子 骨子里流着咱们军人的鲜血 你放心吧 她不会跟你丢脸的 妈 奶粉在哪儿啊 在厨里 自己拿 妈 我爸打电话 说的那个丫头是谁啊 什么丫头啊 她说什么了 我爸说 那个丫头是个好孩子 她骨子里躺的是咱们军人的血 你放心 她不会给咱们丢脸的 她真这么说了 老伙计 你给我记着啊 假如战争真的打起来了 你别把我忘了 虽说我原有 现在不能跟着你重逢陷阵 回红队 回红队 你先回屋去 去 你是不是听我电话了 你们说的那个丫头是谁 她和袁永生是什么关系 你以后再听我的电话了 我对你不客气 那个丫头是谁 你告诉我 那礼服 那礼服 你是不是 对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贵主任 您找我 文凯 我问你 原因的父亲 是不是叫袁有生 是不是袁有生 贵主任 您还是问司令员吧 我不太清楚 你们都骗我 你们合起伙来骗我 喂 我是文凯 请接司令员家 司令员 我是文凯 好 我知道了 你再说 我就说 我就说 你看我不打了 我不说了好吗 原因呢 原因去哪儿了 贵主任 不是你让袁有下部队去了吗 对啊 那 那她的床呢 那她的床 那也是她的床 她应该 她应该有着 跟她爸爸的照片吧 贵主任 怎么了 她有没有家信 她有没有家信 她应该有家信的 她的照片 你们看到过她的照片没有 贵主任 她小时候肯定有她 妈 她应该有家信的 妈 你怎么了 你干吗动人家的东西 她的照片 她的照片 什么啦 她的照片 红云 有什么话回家说行不行 告诉我 是不是她 回家说 你到现在还要骗我 你要把我屁股里 回家说 回家我告诉你 快走 走 这个事 我本来永远也不想告诉你 我怕你知道 这事就瞒不住了 这对梁家 对梁家 对梁家孩子都没有好处 这对我们梁家来说 是个秘密 你永远不要说出来 永远不要和这个孩子相认 是她 是不是 是 是 我答应过 是 我要遵守我的承诺 你也要保证 不要说出来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既然孩子回来了 认不认知是一个形式 你说呢 你心真恨了你 十几年了我就在想我的女儿 我想要我的女儿啊 她回来了你都不告诉我 你们合着管来骗我 我 我 我是一个母亲 母亲的心 你能理解吗 我好久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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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答应我的事情一定要做到 听见没有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 和袁永春比起来 咱们这点牺牲算什么呢 我知道 我知道你说的意思 我也是受党教育这么多年的人 我不是想把女儿养回来 我只是想 想尽一点做母亲的心 你懂不懂啊 你懂不懂啊 我不是想要教育 你看我 那你找我 那你找我 我又已经是想要 你你还想要我 我怎么办 那你还想要我 我怎么办 还想要我 我她想要你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冷不冷啊 不冷 来 来坐这儿 来坐这儿 你是在海川长大的 是 谁把你带大的 我妈妈 当然是你妈妈 上幼儿园了吗 上幼儿 四岁上了吧 几岁掉的牙 七岁 牙掉下来以后 又没有扔到房顶上 扔 扔了 我妈扔了 你妈对你好吗 挺好的 贵主任 您怎么了 没什么事吧 你肚子饿了吧 我给你找点吃的 贵主任 您别忙了 我不饿 您要是没别的事 我想就回去收拾一下 好 回去休息两天 那我走了 那我走了 燕音 等一下 来 把这个带上 我不要贵主任 我有 晚上灌点水 暖暖手 那谢谢您了 好 那我走了 贵主任 我违反什么错误吧 贵主任 再见 暗手 小蝶 散 我 贵主任 您怎么来了 伟杰上班去了 我不是来看伟杰的 我是来看你的 那您到里边坐吧 我给你买一点水果 我放展啊 贵主任 我不能老要您的东西啊 袁英 以后妈给你什么 你都收下 不要推辞 您 您刚才说什么 我 我 我是说以后吧 我给你什么 你就收下 不要推辞 来 有 有水果刀吗 我给你削苹果 有 那您坐吧 我给 打还是不打 这既要看我们面对的形势 还要等待军委的决定 但是 无论打还是不打 我们的战备工作 一分一秒都不能停下来 要牢牢地记住 我们是边防部队 是祖国的第一道防线 这既是我们的责任 也是我们的光荣 是 来 首长好 黄云 怎么了 孩子 整天在你的周围拽 你也不敢叫他一声 送两个水果 孩子也不敢收 你说我这个妈妈 当的还有什么意思 别哭 别哭 你是不是又去看原因了 你老实说 答应好了 答应好了 你只顾自己的脸面 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痛苦 你痛苦我就不痛苦了 那是咱们自己的孩子 这几天 我要到山上去检查一下 战备的情况 我不在家 你答应我的事情 一定要做到 什么时候走啊 就这两天 在你走之前 咱们一起吃个饭吧 算是一家盘远了 好 洪云啊 孩子来了 你不要哭 别让孩子看出来 多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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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菜 爸 你真的打算上前线去了吗 嗯 作为军区司令员 我的岗位就应该在第一线 那我们什么时候上去啊 作为军人 要把自己交给国家 交给军队 我们要随时为国家 为人民留学牺牲 至于你们什么时候上去 要听军区的统医安排 不过医院 不过医院要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今天咱们在一起吃饭 我是想告诉你们 园英 是我老战友的女儿 就像咱们的亲女儿一样 我要上前线了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要像亲姐妹一样 要互相关心 要互相爱护 要好好的照顾你们的妈妈 来来吃饭 多吃菜 园英 多吃菜 多吃 妈 你这人怎么了 红月 快吃饭 吃饭 来 未见 扶你妈妈去休息 先休息 怎么了妈 没事 你吃 多吃啊 坤叔叔 伟伯伯 阿姨她怎么了 听说我要上前线 阿姨有点担心 快吃吧 快吃饭 红月 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可怜的孩子 她没有带过一天这个手术 我想要孩子 我想要我的孩子 我想要我的孩子 行了 行了 别哭了 孩子 孩子现在 不是已经在咱们身边了吗 这不挺好的吗 你看啊 人家 袁有生把孩子抚养成了 咱不能难为袁有生了 你说呢 你都答应过我 别和这孩子相认 你要和我一起遵守诺言 太难了 太难了呀 孩子现在不是在这儿吗 咱们能见到这孩子 这不挺好了吗 别哭啊 别哭啊 这要手掌看见了 影响多不好啊 那天咱们不是约好了 在小树林见面吗 你怎么没来呀 那天我不是有事吗 我今天来 是给你送这个 方杨给我的洪景天 你带着路上吃 谢谢啊 吕强 吕强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 你怎么这么想的 我不知道 反正 我觉得心里不踏实 开门 作询处谁去啊 吕三伯去 吕强 是啊 王三伯去顾陆木齐了 只有吕三伯在家 司令员 我去叫他 不 上车 是 是 元佑 别胡思乱想了 什么事也没有 我会注意安全的 你也一样 那我走了 快去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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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令员从来不等人呢 是是是 李强 爸 你不好好上班 跑这儿来干什么 我来给你送行还不行吗 在家里要好好照顾你妈妈 知道了 爸 你小心点 开车 非常好 李强 怎么了 小心点 喂 三连 警方公路1012公里处发射凝石流 指挥部命令你们立即互动 正于在最短时间内出动到路 喂 喂 武装机压的车料已经在徽生的路上 最快的到夜静下才能回军区 还有一部分去边压的车料还在路上 维护科长 维护科长 远一 你听说长长出事了是吗 嗯 九号公路发生了凝石流 严重吗 丢队长 有人约伤亡吗 现在还不紧张 小张 有我的信吗 没有 有我的信吗 我没有 不过有一封伟节的信 麻烦您帮我交给她 谢谢 没事 喂 姐 你的信 谢谢观看